嗨 大家好 今天是東京上班族假日日常的第三集的Vlog 然後現在的時間也是黃金周大概差不多接近尾聲了 好 那我們就請幫我講一下他今天帶我們有什麼安排吧 好 那今天其實就沒什麼事情做啦 那如果我在週末沒事情做的話我就會找著走筆 因為我住三平區嘛 三平區是一個還蠻大的住宅的區域 所以呢我就會挑一個我從來沒有開發過的地方吃早餐 那通是咖啡店 所以我們現在要從高原市前往中友去一家叫Good Morning Cafe 看看那邊的早餐如何啦 你以前在台灣的時候有這種生活習慣嗎 沒有耶 因為台灣真的太忙了 基本上一出門然後就是吃早餐店 那早餐店就不外乎就是我吃的啦就是蛋餅加起司 那所以其實呢就比較沒有那個閒暇時間跟地址吧 對 特別就是坐車去台北市找早餐店 所以可以理解為就是你搬來東京之後就開始對於尋找各種不同的餐廳或店家 充滿了熱情 對 因為真的日本沒有像台灣有這麼多早餐店 所以你基本上要找咖啡店的話 你應該要特別去除我連鎖以外 你應該要特別去其他地方找這樣子 那日本又是很適合散步的區域 所以我覺得一早餐一出門然後散個步然後去找一個早餐吃 那種感覺會很棒 哇今天居然中央公園跳蚤市場人超多 我才9點半就已經擠滿了人耶 剛剛路過稍微看了一下 這東西看起來真的非常素人耶 就是感覺好像是把家裡的東西拿出來出清的 對啊 對 搞不好也不用什麼管理費之類 就鋪一張墊子就賣一些那個自己不要的東西 好 早餐我們來吃這家Good Morning咖啡 其實我自己也沒吃過 試試看吧 它應該是歐姆蛋的拼盤 然後你可以自己吃多少麵包都可以 麵包吃到飽 然後再加一杯飲料 不管這樣剛好好的麵包吃起來就很爽 還不錯 它裡面那個有一點半熟蛋跟那個起司的感覺 還滿滑順 滿香醇 還不錯 我們吃完早餐囉 好 我們接下來去Nakano Broadway 那這裡是鮑勃特別喜歡的地方 那邊有賣很多動漫相關的東西 或是手錶 然後甚至有一些就是 攝影師喜歡的一些 相機啊 或是穩定器等等的東西 應該算是搬過來不久才知道 Nakano Broadway它的手錶 那二手手錶的市場真的很強 然後像我光是今年還去年就 好像我學長嘛 他就跟我說就是 就是這邊啊有賣超好看的錶 然後說我幫忙買一下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我有另外一個朋友 他今年好像就特別來 Nakano Broadway去買 名貴的二手錶 我自己本身是沒有玩錶 但我其實也想要一款就是 能夠放一杯子的錶 那聽說現在勞力士的市場 我是 你好像也是 直接去他的店裡面是買不到的 買不到 一定要買到什麼 要排隊之外還要配貨 所以好像聽說這邊就賣蠻多的勞力士 所以 當然不一定會賣比較便宜 應該說會賣比較貴 不會比較便宜 所以 大家好像要買勞力士都會來 特別來這邊買 所以這邊真的是 一個蠻威的地方 對 所以我們第一次來拍片的時候 我們可能不知道其實怎麼這麼微 我是一定不知道 但你那時候應該對這裡的認知比較多 就是有什麼 有趣的中古的東西 然後或動漫相關的商品 對我那時候以為是比較適合 local人 後來我自己才發現說 原來這邊是 台灣人 乃自外國人 都非常喜歡來的一個地方 我們今天來的時間 現在大概是11點 然後可以看到很多店家 目前正在 剛開幕 不是開幕 剛開店 我們現在經過這地方都是那個 鐘錶 對 這邊聽說 哇 大家都穿著西裝打領帶 對啊 我們不適合在這種 有點像萬年的地方出現 但我覺得這也是這個 Nakonobrawi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 也有動漫的東西 但也有這種 就是比較名貴的珠寶跟手錶 我聽說這一家店啊 Fujia Avid 它是整個耳機的天堂 就是大家喜歡耳機都超喜歡這邊 然後它整家店全部都賣耳機的 然後聽說可以找到很好的房間 這邊有超多就是最新一季的動畫 像這個都是最新一季的 這個是魔法少年馬修 是不是 還有這個 歸世界 什麼美好世界 線上報言 還是什麼的 這是肌肉魔法史 你那個是魔法少年假修吧 假修 你在那邊亂揍 沒有 大宅男就在我身後方 我們剛剛從中野上車大概坐了多久 我們坐了大概40分鐘左右 來到奇遇的鎖澤市 那這邊有個很不錯的景點就是 Tokorozawa Sakratown 就是鎖澤Sakratown 是角川的 應該是角川書店的辦公室吧 那之前Bob有機會來這邊 跟角川合作兩次 然後 來過之後發現還真的不錯 所以 就想再來看看 請問你覺得 前面的這些人潮 是不是都跟我們要去一樣的地方 百分之百 因為這個東鎖澤 這一站應該除了這個以外 沒什麼東西 沒什麼東西吧 我們 從那個車站大概走了多久 大概10分鐘左右吧 今天天氣還蠻熱的 對啊 這是你第幾次來這個鎖澤Sakratown 第5次 第5次了喔 對啊 想要請問一下 來過5次的Bob先生 這一棟這麼造型特殊的建築物是什麼 這是魏妍武設計事務所設計的 我記得 然後它是一個多功能的 美術館間 可能博物館跟一些展覽廳等等的 還蠻漂亮的 好那這個園區其他還有什麼 推薦的呢 像那個城市啊 我就覺得蠻 蠻推薦的 印象中它應該有一些 會碼或是那個 收集玉珠印的 蓋章的書 然後可能是有動漫 我記得有跟動漫合作的 對 中間這一區呢 這一區就比較像是百貨商場一樣 然後有很多餐廳等等的 好那我們就來逛逛吧 來 這手粉色 設計還蠻有質感的 可是水量有點小 不好意思 這中間有一些小攤販的餐車 然後有座位可以坐 它進來其實都要很漂亮 很多都已經沒了 我們現在到你剛剛說的那個 餐廳的區域嘛 那你在這邊有吃過什麼 我就吃過一間啦 就是一間它 應該說這邊它定期會跟 東京或是各個地方的 拉麵有名的名店合作 然後開一個短期的商店 那我那時候來的時候 就是它的 應該說東京非常有名 德國米奇的拉麵店叫金色布魯爵 它這邊開的店 喔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再來 應該吃不到 但是應該今天又有其他的拉麵店 好那我們去看看 這邊就是它的零食店的排程 像我就吃過 伊藤跟這個拉麵店 這就叫我公司附近大門 真的很有名 就這樣 那我們中餐就來吃角川食堂 那這邊也是給員工使用的 員工餐廳 這邊最有特色的東西就是 咖哩啦 剛剛點的這邊的咖哩還蠻特別的 它是把兩種口味加在一起 然後你可以三選二跟 兩個配料 一杯飲料 我點的兩種咖哩 其中一種是炸魚 我沒以為炸魚會給很小塊 沒想要給超大塊的 我覺得角川員工可以吃這麼好吃的料理 也是蠻爽的 把他們圓圓有沒有打折 這個是剛剛Bob也有試吃的那個 blend的咖哩 然後我點的另外一份這個是 雞肉跟野菜 我先來嘗嘗看它那個 綜合咖哩的味道 香料味還蠻重的 然後裡面那個確實應該是洋蔥吧 然後那個顆粒的口感 我覺得吃起來還蠻喜歡 然後它有一點點微辣 接下來吃吃看雞肉的咖哩 我覺得它的雞肉咖哩 就跟這個的味道 有明顯不太一樣 它是屬於比較甜的咖哩 然後它的雞肉的話 我覺得也還算蠻嫩的 不會太柴 那EON的Lag Town 雖然不是最大的Outlet 或Shopping Mall 但是因為交通 對包補來說還蠻方便 所以我還蠻常來這裡的 我們剛剛稍微逛了一下 然後通常你來這邊大概都逛什麼比較多 這邊應該是以日系品牌為甚麼 像Beans United Aeris 但其實我不會特別買他們自己家出的衣服 我會買他們的選貨 因為他們有時候會進一些比較超流的品牌 然後摺數也蠻多的 運動的咧 會在這邊買 運動的好像不太會 我剛剛 我比較喜歡像North Face的Haley Hansen 我長毛像獅竹鳥 在這邊都沒有電 那些牌子你通常都在哪邊逛 我都會到牧根津的三井饒人 因為那家真的超級無力當 那如此 那只好下一集去一下 Let's go 我們坐了一陣子的車 來到北千住啦 我們接下來的活動是什麼 北千住這邊有很多很時尚的咖啡店 那我們挑了一家叫SD Coffee 去看看位置在那邊吃東西 喝杯下午茶吧 我覺得今天的行程 可以讓觀眾看出 就是你喜歡找店 或是說你平常休閒活動都會去哪 對 還蠻好的 那我也要拿在北千住這邊 那我也要拿在北千住這邊 所以散散步呢 喝杯咖啡有沒有覺得這個地方還不錯呢 對 因為其實我之前住在三支路 離這邊日比股線兩站 對 然後之前其實我老婆來找我的時候 就有 也不算帶他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們就有來北千住 然後那時候我就有發現說這邊 哇 一出站就有Marui 然後又有Lumine 然後剛剛走又發現這商店街超大 對 但你剛剛是不是說這邊房價其實不便宜 對 因為他這邊是交通的大點 就是有JR又有Metro 然後又有什麼東武線 然後又有Tscuba Express 對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比市區很多地方還貴 對 所以我應該會蠻想來這邊找找看房子 但是住不住的起就 我說 不太清楚 原本想說來球業園吃晚五炸豬排 但是看到這個排隊人潮 我們決定找別的吃了 最喜歡吃口味就直接沾眼 不要能夠吃出 豬肉有沒有的味道 超爽的 金黃酥脆 炸得超好吃 嗯 好 吃到飽 這家豬排你覺得怎麼樣 非常好吃 這家店我大概三年前來過一次 然後那時候就因為它是米其林的指南 以及Tabiru版名店而選擇這家 那我覺得它的肉吃起來非常的軟嫩 它的那個油跟 它炸得也是剛剛好 我覺得吃起來非常的 應該不算重口味 然後清爽 然後好吃 我們現在要往那個什麼 飯田橋 對 的方向前進啦 對 然後 對 剛剛是要問你就是 好那如果 因為你來日本已經十年了 對 然後你對日本的食物 算是都 口味都蠻喜歡的 對 那如果只能選一種 然後是日本 我們認定中的日本料理 的話 你會選什麼 應該是壽司吧 我覺得 壽司 OK 對 對 因為拉麵 我想想拉麵然後豬排 對 每天都吃的話會覺得很油膩 但是壽司感還是我 如果每天都吃到一點點的話 也不會覺得膩的東西 那你呢 我 我是永遠的湯咖哩 湯咖哩 湯咖哩 Tangari 每天都吃也沒問題 台主 好那你覺得今天鮑勃的 週末一日有 你覺得怎麼樣 說實話 對 首先第一感想是我覺得好累 好累 因為本來就是那種 週末耍廢的人 對 真的走太多 但是 但是 確實我覺得 還蠻厲害的 就是去了蠻多 多樣化不一樣的 我們有去戶外 然後 Outlet跟shopping mall 有去到 然後 特色咖啡店 然後美食 全部都有吃到 我覺得 如果拉 我是 就是 那時候剛來東京住 然後也不是在拍影片 沒有在工作 對 那我朋友說 來我帶你去 東京 玩 然後玩這些景點 我就覺得喔幹 還蠻 還蠻厲害的 可能 我一直覺得 雖然已經住十年了 但我一直覺得我是一個旅客 對 所以我會讓我的每一個週末 都盡可能安排得很完美完善 就是可能對人家來說 已經是一個 三次週末的行程 但是 對我來說 我可能 甚至還可以再 玩得更開一點 嗯 還如此 我覺得這就是為什麼 你適合做旅遊 的原因 因為像我 旅遊就是 還好 你今天應該在所得 Sakura Town 就回家對不對 沒有 我今天根本不會出門 好 真誠 以上就是東京上班族 假日日常ROW的第三集 那我們的行程 就停在梵田橋車站二樓 這邊業界蠻漂亮的 我是包博 祝文 大家下次見 拜拜